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我是竹敏玲,欢迎来看《聆听主声》5月22日 经文在《创世记》第二章1至3节,题目是《神血功按摄》 天地万物都做齐了,到第七日,神做物的功已完毕,就在第七日,却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祝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却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我的主我的神,我何等渴慕你的安息? 在足65岁的那一年,退休辞退了,从零开始帮忙建立的小型教会,不再作仇身的目者。 然而我勇敢地协助新任的目者,为了求有一个无逢的过渡。 可是第一位,因为外面的机会请辞,第二位,因为压力之故病倒,也辞职。 我义务填补职位超过一年,之后第三位和第四位才来,看来两人合作愉快。 这是我协功安息的时候吗? 新目者上任不久,这个新冠肺炎施药全球。 现在搞到第五波,这个Omicron,传染力更加凌厉。 现在要与第六波的Omicron BA2共存。 北美洲未接受疫苗注射的一些青少年都染上了这些病毒, 又再去传给一些免疫系统软弱的人。 低潮后又再见高潮,受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再度上升。 我们未有安息,教会随藏着不同的难处。 作为退休人士,我知道我的位置,我只能祷告。 这是耶稣基督教会,而祂将教会拥抱在自己怀中。 撒旦也不能把他奪去。我相信靠神。 可时,神的安息与我的安息是不同的。 圣经说,天地万物都做齐了。 即是不需要调教了。 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成了。 去到一个无可增添,叫拯救更加的圆寸。 九属的结作现在呈现在眼前了。 使得我们参与神的荣耀的人, 渐渐地在这里欣赏、吸收和渗透美丽的果效。 中天使也是见证人。 但是我在地上的血功休息, 只不过是我要在天上承受的那个休息的影子而已。 我在一周之内休息一天, 但患有医疗约见和个人的事务要照顾。 家务集项和帐单交付要处理。 还有这个聆听主声的编写和录影。 制作视频。 还要去关心男性支持小组里的各组园。 耶稣邀请我,就这么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阳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只是轻散的。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至三十节。 这些挣扎使得我的心灵, 劳苦担重担。 不能够真的安息, 并且十分紧张。 之后就知道要带每一个重担 去到主的那里了。 因为他是万有之主。 是吴曾经, 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维持者和管理者。 在神, 没有难成之事。 学习信靠是一个熟灵操练。 我若更多锻炼信靠的肌肉, 就更容易在大事上信靠神。 过程缓慢,叫人惊怕。 但感谢神, 他每天都在教导我。 我的盼望就是成长绝在我当中, 传赖神的恩典。 所以我协功安息的路程, 是持续的, 正如约书亚前往英许地的路途一样。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至十一节。 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的日, 为安息神的闻全流。 因为进入安息的, 乃是却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却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便跌倒了。 真的神透过他的儿子拯救我, 神已经做了他的功。 但我仍要锻炼这个信靠的肌肉, 就是圣灵带领我走的圣性之路。 首先要得救, 然后要得胜。 地上的血功安息是已然already的验证位置, 好象得救了进入了应许地。 但神为我设定的属灵成长, 我未然not yet得着。 好象神的子民, 还要得胜, 降伏列国民族一样。 我正在学习血色自己的功, 而努力进入神所设计的, 完美的旨意之下的那种安息。 我两位曾过夜的朋友, 两位财牧师, 和雍为运姐妹的息怒归主, 提醒了我。 我最后的血功安息在望了, 我要预备地上生命的终结。 我期待天堂的安息。 好象启示录末后所形容的图画, 耶稣基督要掌权作万皇之王, 和万主之主。 我将要永远的赞美敬拜你, 三位一体的神。 这是你最终的应许, 成就在永恒的安息里。 你绝对是诚信真实, 感谢主。 阿门。 各位朋友, 地上的安息, 是心灵的安息, 但是天堂的安息, 是永恒的安息。 好好的预备, 进入神的安息。 多谢大家分享时间, 圆祝祝福,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零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每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 谢谢。 。 谢谢。 。